人 无论是 反或者是神 是法还是佛法 如果没有治愿 这一生当中没有目标 没有方向 换一句话说 他的成就就很有限 如果有方向 有目标 而一生 能够努力 不懈怠 他一定有 很口观的成就 无论在哪一方面 坚固的治愿 修出世法 真的能成佛 能成为菩萨 在世间法里头 能成圣 能成心 肯定做得到的 试出世间的四一方面 那是佛报 没有佛报 圣袭 也不能成就 你看看 孔子是大圣人 像某一个一官半职 十几年 周游列国 都不能埋怨 兼了多少祝侯 这些祝侯 对他老人家 也非常赞叹 但是就是不用他 始终没有机会 在政治 政治这一方面 做出贡献 没有佛报 圣贤在世间 搞这个 不得靠佛报 但是 他做圣人 这个不相干 这个你看 不需要佛报 也能成就 成就的 比世间帝王的事业 还要伟大 所以习圣习贤 是人人做得到的 做大官 发大财 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 那余圣贤不相干 那是吗 你命中要有 命里有的时候 决定是有 命里没有的 别强求 强求不到 你说 空老夫子要强求 行不行啊 行 但是不能强求 强求是 违背了天意 违背天命 强求什么 搞革命嘛 空子搞革命 行不行 底下三千弟子 七十二贤 有的是人才啊 不难 为什么呢 圣贤人 要给社会大众 做最好的榜样 这是他的天命 没有这个机灵 传道 教学了 他的使命在此地 啊 圣迦牟尼佛 当年才是 啊 他是王子 学期王位 他要做福 啊 这个愿望 达到了 啊 为什么做福呢 普度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破迷开物 利苦的路 这圣行事业 啊 啊 啊 释迦牟尼佛 一生 干这个事情 啊 不愿意 做敌王 啊 这些 一切的事件 都是在教导 我们 啊 人在世间 不能不明 因苦 不明 不能不知天命 不能不做神仙 啊 这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 只要你肯发愿 你肯走这条路 啊 这个不是名利 名利是命里注定的 啊 这是什么 这是私性里头 本来具有的 啊 所以 人人 可以成神仙 啊 这不是假的 那大臣经上 佛常说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你现在发心 想做佛 哪有做不到的道理 啊 发葬菩萨 他在此地心 实现给我们看 不但要做福 还要超过一切祝福 哎 他都能做到 啊 为什么呢 这一桩事情 不是天命吗 啊 啊 是一切众神 自信里头 本来具足 啊 所以具足 无量智慧 得相啊 啊 这个我们要知道啊 啊 我们要发心 理智 做个好人 决定能做到 为什么呢 人之出 心本善 啊 你一生 不偏离本善 你肯定做神仙 那么中国古时候的教育 读书人的目标方向 都不离这个 啊 读书 志在 世界 啊 圣贤人在世间 不为自己 为别人 跟佛法 亦去相同 啊 为苦难 众神 啊 佛家是 所谓的 帮助一切 众神 破迷开物 利苦的路 中国传统教育 教学 也是这个目标 正干了